正式或國民黨全代會提名 高雄市長韓國瑜 披上籃袍馬不停蹄 雖即南下台東展開故莊 面對熱情韓粉 韓國瑜卻也有感而發 選舉到的國家資源 運用了淋漓盡致 用國家資源準備打這場選戰 也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才用蔡英文總統 他手上武器是洋槍洋炮 我只有一把小水果刀 但是我相信民進黨 千算萬算 沒有算出來 民心事變 這是因為聖監市長重責 聘總統之路故莊造勢 通通只能集中在六日進行 這兩天對韓市長來說格外重要 古色古香的范江古措 清幽雅致 舔滿那頭的露天庭院 8月3號當天中午 韓國瑜將在這舉行 鄉親小型座談會 和鄉親們邊吃邊談 一起享用客家三寶 精華油亮的控肉 配上獨門醬汁 香氣撲鼻而來 令人垂涎欲滴 用了控肉還不夠 配上這味才夠味 炒得油亮的米粉 放上豆芽菜 最後淋上滷汁 上噴噴的炒米粉搭配酸菜湯 炒結地氣 連超級韓粉動不掉哥都說 當天一定去捧場 到時候可以享用炒米粉 控肉 酸菜湯 還會跟很多的榮民一起作談 我們都會去跟他加油 我們去跟他支持 這種接地氣的做法 他將得到民心 晚間重頭戲 將在新人親子公園旁的停車場 預計擺上6000張椅子 請來移動式舞台車 和鄉親們一起聊政見 談時事 拜會行程緊湊精簡 就連食物也很接地氣 用在地的老味道和民心緊緊湘細 記者綜合報導